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讲这热闹是在过元宵之前都是过年 对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整个年节的气氛是非常愉快的 现在过年的这个感觉 我看在大陆是 棉味淡 对 但是还是在大陆最有感受 为什么 我以为是只有我们台湾 没有 中国人的地方 中国还是这个方面还蛮热闹的 会吗 大陆你看那个返乡的车潮 人潮 就是乡下地 城市会比较冷淡 那真的过年现在在大陆还看得到 真的喔 对 所以你有接触到就对了 有 有 有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很温暖啊 真的吗 怎么说呢 因为天寒地冻啊 所以大家都窝在里面啊 都有暖气 而且他们现在很多地方设备都很先进 他们一直在一直不断的在变化 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我觉得这很好 对 而且你上回一直提到 他们跟你说了谢谢两个字 你就感动不一啊 对 他们在现在开始 现在你要是乱插队也会有人纠正你插队了 那这个都很好 就是大家就已经不再是那个 让人家觉得很没有礼貌 所谓的礼仪之帮 他也慢慢正在复苏当中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 这是好的现象就对了 可能就是说他的文化水准也在提升了 这个道德勇气方面也提高了 可能就应该要这样啊 应该要这样子啊 是啊 你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就你这个地方被人家抓个画柄 那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 好 那我们上回呢 因为葛老师刚好讲到一半 就被我打岔掉了 因为我是希望 葛老师跟我们 就是回顾2018 展望2019 那葛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是 好像女生要抬头了 是 是 是 2019我们在讲过这个是几亥年 他本身来讲的话呢 他在这个地方除了女性 在金融跟意识抬头之外 好 在女性的操劳度会比较多 好 那职业妇女也会开始的增加 那你看职业妇女增加 是不是看起来就是好像经济在复苏 其实不是 是吧 就是我说不要太乐观 对 对 就是有钱赚的机会会增加 但是并不是在你大力投资的年代 是一个年份 然后再来他的宗教团体 跟这个八大行业会比较 八大是指他八大 八大就是像是娱乐界 或者是夜生活啦 比较有点在有 甚至有点在游移 在法律边的那种行业 那不是不太好吗 没有比较 这个依照我们在看事情 没有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如果没有这个八大行业 这一些男男女女要去哪边输压 所以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刚才提说 整个的氛围都整个的经济状况 不是那么的好 对不对 是 然后但是他会 但是他会让你觉得是会很看好 所以在这个养生的 甚至这个有关于气功 太极拳 就是这些舒展的这种的 超法跟功法也会大力的会付出 就大家都会往这个养生方面的 什么气功啊 或者各种运动去琢磨了 因为我们讲易经易经的 那易它这个字 我们都通常把它解释 日跟月的循环嘛 所以我们就是强调阴跟阳 所以当有一个八大行业 在兴起的时候 它另外一个正面的东西会 相对会产生 是的 然后今年来讲 刚好又是贪囊化全 贪囊它就是一个才华的心 它也是一个大桃花心 它也是一个讲究神仙术的心 神仙术又是知识 神仙术就是讲养生嘛 神仙术 那我们也可以讲道家的东西 所以这个来讲 道家目前最推崇的 我们一起首推中国大陆嘛 中国大陆现在在推崇道家 当然一直都存在 一直都存在吗 他们不相信神啊 他们就收敛嘛 而且它的很多文化养生 这个是值得推崇的嘛 那现在我上次也讲过 它如是道也在做一个结合 好那接着就是说 我们这一年 我们还要注意什么 我那时候有讲过 就是慢性病 所以它会在中医跟针灸 这方面呢 它会大行其道 会慢慢会增加 它的这个一些人数 那对于这些 怀旧的事件跟衣服 这些事情跟复古风 它也会有一个潮流起来 那就是最重要就是说 就是病从口入这个要去注意到 还有就是尽量这一年的话 在背书帮人家做饱的事情 容易跳票背信的事情会增加 但是如果你是做有关于餐饮的方面的 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行业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融入一些戏曲或者是歌唱的技巧方面 那能够为你带来加分 带来财富 为什么融入戏曲部分会很好 因为它今年来讲是贪婪化拳 跟最后是一个文曲新化技 它在拳的地方在加强的时候 它跟文曲会形成一个 拳技交战的一个互动 所以把这个曲这个东西 我们当作是一个戏剧 把曲这个东西里面 藏了这么多的口 那曲的可以唱 曲可以听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弄为吃 因为景气在不好的状况下 赚钱也要吃 赔钱也要吃 所以它会在吃的上面 跟听的这个方面 它会形成一个风潮 所以还有再来 我们人在听歌还是唱歌 听音乐的感受是不同的 你看人要是能够一个人 能够自己自得其的 一直拼命的唱歌 这个人通常身体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非常自得其乐 也有报道 也有科学证明说 一个很爱唱歌 经常唱歌的人 他的免疫系统是比较高的 免疫系统 对 我看过是很多 很多长寿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乐观 然后总是 什么事情都往正面去想 那抽烟喝酒 这个就不管他了 我这一 你想这个 我想到去年的时候去 去大陆 他就讲到说 哪长寿人有哪些特征 我说长寿人不能太高 不能太高 通常长寿人不会太高 这样子吗 很少有很高 就是差不多180 180 190 那个就太高了 很少有长寿的 通常长寿人都是身材适中 或者略微矮一点的人 然后不会太胖 这是手脚灵活 手脚灵活 然后他们都很乐观 乐观呢 做什么事情都是想到好的 然后喜欢帮助别人 然后帮助别人又不讲 然后碰到什么事情都说 都看到别人的好处 我发觉到长寿人 那最主要是 他们都能够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 这跟宗教没有关系 就是他们在临终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什么时候要走 我这样子 我已经看过很几个案例 实例 就是说一下 为什么人家讲快乐 今年的这个 我们要去注意什么 这既然文曲画记 他在讲这个地方 就是讲到说 另外一种桃花的纠纷 但是我们把它桃花的纠纷 把它拿过来 变成人际关系的运用 也就是说我们少去做一些担保 或者少去加入一些什么 立刻获益的那种投资 不要统计啦 对 就是获益 告诉你说 加入这个多少钱 带几个人来 第几代又什么币的那种 超过国家银行的那种 获利是两三倍 这真的叫做 天下没有白吃的物餐 特别在今年这个现象 又会起来 2019年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看 绝对一定会起来 那因为他就跟这个有关系 好 所以那个 在这个投资啦 或者你刚才讲的 并从口入这些方面 甚至八大行业的兴起 然后女性朋友 也会比较辛苦 辛苦但是代表他掌权 辛苦代表掌权 这个就 女性一直抬头 好我讲是整个北半球 整个北半球 那很大 那很多国家 那蓝半球不一样 蓝半球来讲 因为我人没有在那边 深居 我不敢乱说话 但是我一直在研究当中 好好好 那我们那个 蓝半球的那个听众朋友 澳洲也有客户啊 澳洲有 要来写信 再来问葛老师 欢迎啊 欢迎啊 好好的回答回答你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 葛老师 跟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